今早的ET個股推介是海豐1308 簡選原因是全球供應鏈緊張 貨運價格持續高企 中國出口集裝商運價指數持續創出新高 波羅的海指數近日亦見到反彈 股份建議大家留意海豐 海豐早前發出盈利預期 兼且宣派0.8元特別息 現價的股息率大約5 隨著集團宣派特別息 以及批末期息預料會受惠業績向好 實際的股息率有望更吸引 根據彭博綜合預測 海豐2021至2023年的股息率 分別是8.8、10和9.9 海豐昨日收市佈31.75 升1.1% 策略上建議29元以下吸納 目標先看高位是前高位35.2 失手27元的支持位就要止虧 主要是大行由1月至今 給予海豐的目標價平均大約44.8 交現價潛在升幅超過40%